哈喽家人们,我是曲蜜,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来分享给大家关于身体,还有健康,还有身形,还有就是漂亮的健康的身体,我们怎么样去找到我们最舒服,最健康,最强壮,最优美,最优雅的自己,那个身体。 为什么我会分享这个呢,其实是在我十多岁开始,我就开始发胖,就是发育起的时候,我就开始发胖了,然后那时候一天要吃两碗饭,没有不是一天,是一餐要吃两碗饭,然后我那时候肥到一种很可怕, 对不起,我那时候肥到我要穿XL的裤子才可以呢,哇,然后那时候我内在好多好多那种对自己的批判啊,我觉得自己真的长得好好好难看啊,然后觉得自己真的很讨厌我自己啊。 因为我那时候太讨厌我自己了,所以呢,我才决定改变,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一个非常的讨厌生命,然后也会一直想要去自杀的一个小孩子这样子, 可是我的内在偷偷的就是每天你看我静静一个人在那里,其实我是想,我应该要怎么死,所以呢,尤其又到那个青春期,就是整十九二十岁这样子的时候,整个人又在发胖, 原本已经很不喜欢自己啊,然后又看到这样子的自己,然后去试衣服的时候,都找不到我摇的那时候,我穿没一件衣服,我都觉得我自己好不,好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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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讨厌自己,所以那时候决定改变, 因为我不想要再这样子下去,我不想要成为一个很讨厌自己的那一个人,所以那时候我一意孤行的,就开始去运动,因为我有一个弟弟嘛,他从小到大就是很喜欢运动的,所以他一直推荐我跟我说,姐姐你要运动,姐姐你要运动,所以那时候第一个想要的就是,好,我去运动,你要知道从小到大我是不喜欢运动的, 然后我也不会让自己动,因为动了很辛苦,因为我小时候是小船嘛,所以我运动这些我都会吐啊,然后都会很不舒服,那时候一意孤行为了改变,马上就好,我签了一年的那个健身房,然后所有健身器材都不会用,然后要怎么运动也不会,纯靠一个蛮力,不过很好,很好的是, 我还遇到一些很好很好的人,然后来教会我应该要怎么样去运动啊,一些很好的教练,在当中我收获了很多的友谊,也收获了很多知识智慧,感恩大家,所以,过后我也尝试了好多方法,包括节食啊, 包括很extreme的运动啊,还是很多很多方法我都有尝试过,然后来到了今天,应该整十年吧, 嗯,然后过后,呃,这一路上以来,我走过的经历经验,还有过后,呃,我不再富胖了,然后收获一个很健康的身体,健康的心灵,然后我想要综合我走过的这些经历经验,呃,来给大家呃,一些分享,然后尤其是在,呃, 呃,我们的内在是怎么样去trigger我们的外在,我们,比如说,我们的内在的心理状况,是怎么样导致我们身体肥膀的,啊,你会发现到哦,当你只是去处理掉你这一个内在的这一个状况的时候,因为瘦了好多,你视觉上好像变瘦了好多,你的physical,你的重量好像减轻了,然后你的脸看起来好像亮起来,好像美了,或者你的, 你的下额线,好像突然跑出来了,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我尝试好多好多次,然后也协助了一些人,这样子的一个转化,然后,好像看起来逆临这样耶,所以太神奇了,我觉得我一定要分享给更多人知道,这一些方法,嗯,好,所以我们进入我们接下的,接下来的分享吧,我先以希塔疗欲的方式来去, 去解释我们的身体运作,嗯,我们的体重,还有我们的身形,还有我们的健康,其实都被我们的身体很多很多,我们内在很多很多层的那一个,信念,所控制着,或者所捆绑着,所以我们的身体,其实承载了好多的信念系统, 所以如果我们在减脚,或者在体重方面有一些困难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要去往内看一下,因为通常都是一些信念系统导致的,嗯,有些人肥胖因素可能是因为荷尔蒙, 然后有些人肥胖因素可能是因为吃太多啊,还是就算没有吃,呼吸都胖啊,然后很多很多那些,很多那些综合的条件导致我们不自觉的就发胖了, 所以呢,我们要记得一个东西是,我们的外在跟我们内在是完全息息相关的,通常啦,有体重问题,或者肥胖很难受下来的,嗯,通常的原因都是出自于恐惧,呃,每个人恐惧的那个点不同,所以这个可以透过,呃,挖掘来去找到那个原因,还有转化掉,然后还有转化你这些信念层, 然后它就可以处理到了,所以哦,嗯,尤其是肥胖问题啊,还是我们体重偏高,都是有一个状态一定会有的,就是哦,像你自己的心脏施加压力,因为你看嘛,我们肥胖了过后,其实我们的心脏其实都会比较压力的,所以你要去看看,为什么你要对你自己的心脏,你自己的身体施加压力啊, 有些人可能是因为对自己的怒气,对家人的怒气,对世界的怒气,有些人是承载了太多他人投射给你的一些言辱辱骂啊,一些,呃,负面的言语啊,负面的想法啊,负面的能量啊,这些,你吸收了太多了, 所以,你的身体就发胖,又或者,你的生命处在一个极度的不平衡当中,怎么说极度的不平衡呢,可能是你的家庭出现了状况,可能你一直都是被骂的那一个, 然后,你一直都表达不了你想要说的话,然后又或者在人际关系当中,你总是承受的那一个,这只是举例哦,然后生成的什么原因,都还需要再去挖掘才会得到更,更仔细,就是更,更一对一的知道,诶,那个源头是来自于哪里 还有一些人呢,是因为有巨大的悲伤在他的体内 那个巨大的悲伤是他用原语都不能去形容出来的,所以呢,带着这么巨大的悲伤,你们身体也会跟着一起肥胖起来啊,嗯,所以这巨大的悲伤也会带来很多很多荷尔蒙影响啊,身体不健康啊,身体不平衡啊, 五脏六腑都有,都不平衡啊,所以哦,就会分泌出很多的那种,呃,不平衡的激素啊,这些,所以全部都是息息相关的哦,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哦,我们所有的感受都是来自于我们五脏六腑的不平衡造成的,所以在那个西塔疗运呢,威亚娜她有总结了三个,就是, 为什么会导致肥胖的原因,第一个呢,通常都是家庭,因为我家人,从小到大有遗传性的肥胖啊,我的家人是肥胖,所以我要肥胖,这样子,我才会是一家人嘛, 有些人会有这样子很内在,很潜在的这些因素哦,虽然你们这样炸一挺,好像,喂,那你可能,为什么我要让自己肥胖来去,让我的家人得到认可, 可是,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你不知道原来你真的是这样子想的,这个我们也是可以去转化掉哦,就是在于, OK,我跟我的家人是一家人,然后我仍然可以拥有健康的身体,我仍然可以拥有我想要健美的身体, 我仍然可以有苗条的身体,这些我们都可以进行转化和转变哦,还有第二个呢,就是,有那一种,我肥胖,是为了我要有安全感,我感觉会被保护,当有脂肪的时候,感觉自己是被保护着的,不容易受伤的,嗯,这个我们也可以去转化掉, 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为什么你会有那一种,我很不安全,我要保护我自己,的这一种信念存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来自于女的吗,还是来自于,呃,你的家人的呢,还是来自于小时候的呢,这些我们都可以去转化掉的, 第三个原因就是,肥胖的基因,那些基因,呃,我们承载了我们的祖先的基因嘛, 所以这些基因都是带着coding,就是带着编码,在我们的DNA层级当中,嗯,它会自动运作,如果大家有去了解了DNA是怎么运作的呢, 他们都是会带着一些,呃,系统啊,这些,它自然而然的就帮我们运作,所以我们才可以活着嘛, 所以我们才可以,不用控制自己都可以呼吸,不用控制自己五脏六腑都可以运作,不用控制自己血都可以在运作, 这是已经setting好的system嘛,我们的祖先,有些祖先就认为,肥胖,是一个象征着权力, 象征着力量,象征着财富的,所以呢,我们也存在了这样子的那个信念系统, 我们就会,为了让自己过得很好啊,为了在这地球上可以过得很好啊, 我们也让自己肥胖起来哦,所以这个都可以转化,转化去那一种, 我们可以拥有健康的身体,然后我们也可以拥有财富,也可以拥有丰盛,也可以拥有很美好的生活, 这些都是可以转化的哦,呵呵呵呵,所以刚才一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说到嘛, 就是我们的信念系统会,成就了我们这个身体,所以呢, 我们只要去转化我们的信念系统,转化我们这些能量,其实你就可以事半功倍了, 所以单单哦,单单你转化, 比如说,转化你那个巨大的悲伤, 可能你的身体就受了几今天, 呵呵呵呵,好,现在我来说关于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做, 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去释放掉他人给我们的一些判断, 一些评论评价 这些我们都可以释放掉 都不管我们的事 是他们给我们的 是我们自己的吗 不是啊 你对你自己的是你内在这个枕栋 你自己对自己的这些信念 如果他人给你 为什么你要拿 都不是你的东西 我们就全部释放掉 你拿太多会变旁的 释放掉 还有就是我们会处理一下 我们的历史城 就是我们的祖先 我们的基因 这些我们都会去处理一下 到底是 我们承担了怎么样的一些 基因系统 让我们的身体这样子呢 让我们不健康呢 这些也可以去转化掉 还有就是 就是我们内在的那些五脏六腑啊 也会去 做一个疗愈跟整合 所以让我们的荷尔蒙都可以 顺顺的 顺顺的 平衡的 平衡的 健康的 协助我们去调整 我们整个身体 还有就是我们也要去释放掉一些我们的仇恨啊 这些 存在我们的身体 很久的那些 不负面的情绪啊 这些 全部我们都要去释放掉 当你释放 单单这样子的释放也是可以 可以帮助你的健康 转化了很多 所以 哦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案例哦 在 维亚娜的那个书籍里面有说到 嗯 就是当你的父母都很瘦的时候 可是你很胖的 这样子的案例哦 有可能是因为 你承载了父母 还没有完成的一些课题 所以你承载来 你自己 帮他们扛起来 所以这个我们也可以去进行一个深度的挖掘跟转换 看到底是怎么的 怎么样的一回事 所以我觉得关于这个信念系统还有这个体重非常的有趣 你可以透过知道你内在什么发生什么状况 然后你就可以进行一个很巨大的转换 你的身体健康就会有转化了 所以当你呃 实际上你再去做一些运动啊 你再好好地照顾自己的饮食习惯 你再好好照顾自己的生活习惯啊 你发现这些都是事半功倍 有时候你为什么不能够去呃 好好的吃饭 好好的睡觉 这一些都是可能是你内在这些震动 你内在这些信念系统 你内在这些创伤给给 trigger 到给影响到的 就好像我曾经有个个案 他是呃晚上的时候就不能睡觉 他就要一直一直呃玩电话 他知道他一定要睡觉了 因为明天有东西了 然后他还是不能睡 他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他还是不能睡 然后我们就来做了一个挖掘嘛 不过发现到哦 呃他的这个要让自己变好 可是不能变好 这个源头不是来自于他哦 而是来自于他的祖先哦 嗯因为他的祖先啊受过一些呃创伤啊 所以就觉得哎呀 要变好这个是很不可能的 然后这是很危险的 不要不要我们都不要变好 我们这样子就好了 这样子人家就不会来责怪我们了 有这样子的信念系统也抓着他们也撑着 所以我的个案也承载了这样子的信念系统 变成他不能去让自己变得更好 所以呢 希望这一些分享会对大家有所启发 让大家知道更多关于我们身体的这些秘密的过后 我们会发现到原来我们的健康 我们的身体是那么的爱我们呢 原来我们可以做那么多好帮好帮的东西来协助我们的身体去转化 嗯 好了今天就先这样子的分享 然后 过后我会分享更多更多我们应该怎么做 还有就是我也会出一些大众的冥想跟疗愈 来协助大家去转化自己的身体身心 然后如果想要一对一的挖掘一对一的能量疗愈呢 也可以来找我 也可以来信息我 好 谢谢大家 拜拜